陈情令醉虐心一幕来袭,精灵刺伤魏无羡,江城表情让人想哭,魏无羡以莫玄宇的身份重出江湖,本想就这样平平淡淡过一生,但是在命运的推崇下,魏无羡不得不屈身于江湖恩怨中,如今魏无羡的身份大白天下,观众也看到了醉虐心一幕,金光瑶不断煽风点火,指责魏无羡种种罪资,旁边的精灵对魏无羡满眼仇恨,最终拿剑刺向了魏无羡。 很多人都说外甥像舅舅,因为两人刺的地方都一样,对魏无羡没有致命威胁,以前很多人都喜欢魏无羡,站在他身边,只有蓝忘机讨厌他,如今陪在他身边的这人,正是当初讨厌他的,此时江城比较纠结,对魏无羡比较憎恨,但是又十分心疼,两人从小一起长大,兄弟感情不是说断就能断的,但是自己要对江家负责,大家看到这里,有没有被虐到呢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